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盈利能力比率 非常简单 一共就三个指标 首先 营业净利率 从字面都能猜出来该怎么算了 这个净利当然指的就是净利润 这个营业说的是营业收入 所以说它是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比值 接下来 总资产净利率 那也是从字面就能猜出来 它是净利润和总资产的比值 另外要注意 总资净利率 它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 为什么呀 来自于杜邦操分体系 它是提高权益净利率的基本动力 我们后边讲杜邦体系的时候呢 再去细说 这个式子向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前面讲权成数的时候呢 也提到过 就是权益净利率等于总资净利率 乘以权成数 对吧 你从这个杜邦体系的观世来看 对吧 权益净利率它的基本 驱动因素呢 应当是总资产的净利率 这是一个基本 而这个权益净利率起到什么作用呢 大家记得 只要公司有负债 权益净利率就大于一 继而呢 它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 就把这个总产净利率放大成为一个更高的权益净利率 因此明确 决定权益净利率的基本动力应该是总资产净利率 权成数呢只是起到一个放大的效应 造的就是权益净利率 顾名思义 那就是净利率和股东权益的比制 那么权益净利率它能够衡量企业总体的盈利能力 并且记住 权益净利率它是杜邦双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 那其实也就是杜邦体系的那个分析对象 我们后边讲杜邦体系的时候呢 再去细说 在这里呢 也需要大家注意 把握住盈利能力的这三个比率 其实大家应该结合这个杜邦非体系来把握 后边我们讲到杜邦体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杜邦体系就会涉及到这三个比率 而且从利涅考情况来看 考这三个比率也通常呢 都是结合杜邦体系来考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市价比率 首先是市盈率 这个指标你从字面就能够理解公式是什么了 这个市指的是每股市价 这个盈呢 指的是每股盈余 也叫每股收益 所以市盈率就是每股市价和每股收益的比率 也可以理解成为是每股市价 相当于每股收益的倍数 或者说 投资者对公司每一块钱账面收益 愿意支付多少买价 比方说 某公司的市盈率呢 是20 那就是每股市价和每股收益比值是20 那就意味着 该公司的每股市价 相当于每股收益的20倍 也可以说什么呢 该公司的普通工股东 愿意为该公司一块钱的账面收益 支付20块钱的买价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当我们谈到每股概念的时候 一律指的是普通股 你甭管是每股市价 每股收益 还是每股净资产 每股营业收入 一律说的是普通股 不涉及优先股 因为优先股 它不属于股权筹资 它应该属于混合筹资 所以大家注意到 我们在计算每股指标的时候 一律得把属于优先股的份额 得给它剔除出去 比如这里的每股市价 应该指的是普通股的每股市价 这个每股收益 同样指的是普通股的每股收益 那当然就得用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去处理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股数 注意关键词 加权平均的股数 什么意思 我们后边再去强调 好 那什么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呢 显然就应该是在公司的全部净利润当中 把优先股股力给它剔除掉 那也就是减去当年宣告 或者是累计的优先股股息 那还是明确 说到每股一律值普通股 属于优先股部分呢 得给它剔除掉 好 我们来看适用率的分析 那下面说过 适用率能够反映普通股股东 愿意为每一块钱净利润所支付的价格 从这一项来讲 适用率就能够代表投资者对公司 未来前景的一种预期 也就相当是每股收益的资本化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大家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 我们后边讲到这个 债券股票价值平均那张的时候呢 会讲到股票内在价值的有关观念和计算 那在这里呢 大家提前用一下 从理论来讲 假设市场完善 股票的市场价格和股票的内在价值 二者相等 那这种情况下 股票价格呢 也就能代表着股票未来 所能获得的股权现金流量的限值了 我们将来讲股票价值评估时候呢 会谈到 说到股票价值指的是股票的内在价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股票所能产生的未来股权现金流量 按照股东所要求的标报酬率 作为折现率所折成的限制 好 那如果市场完善 股票的市场价格跟股票内在价值 二者相等 在这样的前提下 大家不难推理 假设美股收益一定 那如果公司普通股 具有较高的适用率 不就意味着相对于美股税来讲 该公司普通股有较高的美股市价 继而也就是较高的美股内在价值 那既然内在价值 是未来股权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那怎样才能使 股票的内在价值更高啊 无外乎是两方面条件 要么是更多的未来股权现金流量 要么是更低的折现率 我们将来讲货币时间价值计算的时候呢 大家就能理解了 在其他条件一定情况下 折现率它是这个计算限值那个公式的分模 折现率越低 作为分数值的这个限值呢就会越大 那所以说要想使作为限值的内在价值更高 假设其他条件一定 那个折现率也就是股东对公司必要爆出率应该是更低一些的 而大家应该知道必要爆出率是风险的函数对吧 要想使必要爆出率更低 你怎么样呢 你得降低股东承担的风险 那所以说 使用率高 假设市场完善 就意味着股价较高 股票内在价值也较高 这不就意味着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前景看好吗 表现为要么是公司在未来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 那也就是股票能够带来更多的未来股权限定量 要么是什么呢 公司在未来呢具有较低的风险 表现为是计算未来股权限量限值时 锁入那个折现率 那也就是股东的必要爆出率更低了 好 我们来看一单选题 假公司上年净利润呢是250万元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是100万股 优先股呢是50万股 优先股股息呢是每股一块钱 如果上年末普通股的每股市价是30元 那假公司适用率是多少 好 会议公司适用率应当是每股市价 去除以每股收益 对吧 那每股收益是多少呢 会议公司 是用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出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 好 本例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有了是100万股 那归属于普通股股的净利润是多少啊 显然就是净利润250万元 得减去那个优先股股利 那因为在股利分配方面 优先股是相对普通股股的来讲有优先权的 那也就是公司实现净利润应该是先发优先股股利 剩下的才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好 那本例 优先股呢是50万股 股息呢是每股1块钱 那优先股股利呢就是50万元 好 计算出来 普通股的每股收益呢应该是2块 好 那它就是适用率的分母 每股市价30块 相当于每股收益2块 多少呢 15倍 适用率呢就应该是15 本体答案应当是选项币 好 我们再来看市净率 还是从字面理解 这里的市 仍然是普通股的每股市价 这个净呢 指的是普通股的每股净资产 所以市净率呢就是 每股市价和每股净资产的比例 那这里的每股净资产明确 只要说每股一律是值普通股 那是普通股每股净资产 或者说是每股普通股权益 怎么算呢 用普通股股东权益 去处以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注意一个小细节 这可没提加权平均 你看 跟计算每股收益就不一样了 每股收益这有加权平均 为什么这有加权平均呢 其实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你看我们计算每股收益的时候 分子是谁呀 分子是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而净利润 它是一个17数吧 而这个股数很明显 它是一个10点数 那大家马上想到 如果 我分母的这个普通股股数 不加权平均 就是个期末10点股数 这个每股收益指标 分子分母 口径不一致 不太合适吧 你用全年的净利润 去处理12月31日这一天 流通大百股数 明显不合适 所以 这个股数 你就不能是10点股数 你就得是平均股数 还是体现了财务比率 分子分母 口径一致的一个要求 对吧 分子是17数 分母呢 就得是加权平均股数 但你看每股净资产 分子 普通股股东权益 马上想到 这是来自于资产负债表的10点数 对吧 好 那口径相一致 分子是10点数 那分母这个股数呢 同样也得是10点股数 就相当是用年末这个试点上的 普通股股东权益 叙述为年末这个试点上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能够实现比率的分子分母 口径一致 再有 这个普通股股东权益 当然就是全部的股东权益总额 得扣除掉这个优先股的权益 再次强调 每股的概念 一律市值普通股 你得把属于优先股部分的得拿掉 好 那优先股权益是什么样 包括优先股的清算价值 以及全部的拖欠股息 好 我们来看 每股净资产 以及市净率的分析 那么每股净资产 它能够代表理论上 每股的最低价值 简单知道这么关键就可以了 而市净率呢 你从公式来看 就能理解成为是 股东对公司每一块钱净资产 愿意支付多少价格 对吧 所以它能够表明市场对公司净资产质量的评价 市净率越高 就说明普通股股东 愿意为公司每一块钱净资产支付更高价格 这不就意味着市场对公司净资产质量评价会更好吗 好 我们来看一单选题 假公司2020年初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呢 是8000万股 优先股呢 是500万股 2020年6月30日增发普通股4000万股 2020年年末的股东权益合计是3亿5000万元 优先股的每股清算价值是10元 不存在拖欠的累计优先股股息 2020年末 假公司普通股每股市价是12元 好 计算一下假公司的市净率 那就是用每股市价去处于这个每股性资产 那每股净资产是多少呢 回公司 分子是期末的普通股权益 那就是股东权益总额 3亿5000万元 减去优先股权益 本利呢 优先股权益由于不存在拖欠的累计优先股股息 那它就只包括这个优先股的清算价值 每股市10元 一共是500万股 对吧 好 二者相减 这3亿元是普通股 普通权益 那分母人的注意 不是加权 而是期末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那就是在年初股数 8000万股基础上 再加上 6月30日增发的这4000万股 得到就是年末股数 好 大家算一下 计算出来呢 每股净资产呢 应该是2.5元 好 接着 每股市价12元 除以每股净资2.5元 可以得到假公司施定率呢 应当是4.8倍 分析单应当是选项B 好 我们再来看市销率 这里的市 还是指普通股的 每股市价 销呢 指的是普通股的 每股销售收入 或者叫做每股营业收入 那 每股营业收入怎么算呢 是营业收入 注意出以的是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股数 注意这里就加权平均了 为什么呢 类似于那个每股收益 每股营业收入的分子 因为收入 它可是个17数 所以 分母的这个股数 就不能是10点股数 得是加权平均股数 那么市销率 很好理解 它就反映普通股股东 愿意为公司 每一块钱的营业收入 所支付的价格 对吧 好 那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 在计算 每股指标的时候 分母那个股数 到底是加权股数 还是期末的10点股数 那下面已经说过了 咱再归纳一下 核心要点就是什么呢 你得保证分母跟分子 这个数据口径 得是一致的 比如说 我们在计算每股收益 和每股营业收入的时候 分子的净利润也好 营业收入也好 都是17数 所以你就不能处以 10点股数 而你得处以这个 加权平均股数 而计算每股净资产的时候 分子这个净资产呢 它是10点数 所以相对应的 分母的股数呢 也就是期末 这个10点上流通 在外的股数 你就不用再去加权平均了 另外注意 我们这里所讲到的 这三个市价比率 市盈率 市净率 市交率 将来在企业 价值评估那张当中呢 我们会再次中到 因为这三个市价比率 就是企业价评估的 相对价值 评估模型 而从历年考验情况来看 考这三个市价比率 更多的 还是结合 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来考察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杜邦分析体系 首先来看 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比率 以及基本框架 那么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比率 也就是它的分析对象 是权益 净利率 它是净利润 和股东权益的比资 好 接下来我们推倒 杜邦分析体系的基本框架 首先 在净利润 和股东权益的比资中间 插入 总资产 除以总资产 再乘以总资产 做一个等效的变形 由此就将权益净利率 分解成为两个比率 相乘的形式 净利润 出于总资产 它是用来反映 盈利能力的总资产净利率 后面 总资产 出于股东权益 是用来反映 长期 常债能力的 权益乘数 并且 在杜邦废体当中 权益乘数呢 也叫做 财务杠杆 为什么这么叫 后边给出解释 好 由此我们得到的就是 传统杜邦废体系的 两因素的框架 表现为 权益净利率 等于总资产净利率 和权益乘数的成绩 好 接下来 我们对 总资产净利率呢 再进行分解 好 我们知道 总资产净利率 它是净利润 和总资产的比值 那接下来 在净利润 和总资产的比值中间 我们再插入 营业收入 还是 除以营业收入同时呢 乘以营业收入 做等效的公式变形 由此 就将总资产净利率 拆解成为 两个比率相乘 净利润 除以营业收入 是用来反映 盈利能力的 营业净利率 营业收入 除以总资产 是用来反映 营运能力的 总资产 周转次数 好 后边 再乘以全乘数 得到的是完整的 传统杜邦分析体系的框架 表现为 全净利率 相当是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次数 和全乘数的连成绩 最后这行公式 希望大家 牢牢记住 希望大家都能形成 一种条件反射 以后 只要看到 全净利率 我就向大家 马上联想到 它能够表述为 这三个比率的连成绩 好 我们来看 杜邦分析体系的含义 首先 这个全乘数 也叫做财务杠杆 它能够反映企业的 财务政策 好 简单解释一句 什么叫财务政策 这里的财务 应当把它理解成为 是筹资 所以财务政策 其实应当理解成为 是筹资政策 并且 全乘数 它用来反映的是 企业筹资政策当中的 资本结构政策 什么是资本结构呢 我们后边会有专门一章 来具体介绍 在这里呢 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基本概念 所谓资本结构 从广义上讲 指的是债务和股权资本 之间的比例关系 而大家知道 全乘数 资产总额 出于股东权益 它就用来反映 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 之间的这个比例关系 或者简单来讲 就是反映 债务比重的指标 所以说 它能够反映 公司 筹资政策当中的 资本结构政策 再有 它为什么叫 财务杠杆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 由于 全乘数 是资产总额 出于股东权益的结果 并且资产总额 等于负债 加股东权益 这就意味着 只要 企业 有负债 那必然 会有 资产总额 大于股东权益总额 继而 资产总额 出于股东权益的 这个比值 权益成了怎么样呢 也就一定 大于 好 接下来 在 总产净利率 大于零 也就是公司 盈利的状态下 按照 杜邦体系的 两因素架构 一个正的 总产净利率 乘上一个比一大的 权益成数 显然就能获得一个 更高的权益净利率 换句话讲 在传统的杜邦废体当中 这个权益成数 它起到了一个 放大权益净利率的 杠杆效应 并且 这个杠杆 怎么样呢 是公司 举债 或者说利用 债务筹资 产生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 筹资活动的杠杆 因此呢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财务抗抗 这个财务呢 其实仍然指的是 筹资的含义 好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体会一下 比如说 某公司 它的总产净利率呢 是 10% 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 比如说是50% 什么意思呢 该公司的全部资金来源当中 负债占了一半 马上想到 股东权益就占另外一半 继而 该公司资产总额 相当于股东圈的倍数 也就是这个权益成数 就是两倍 好 那按照杜邦体系的两因素架构 10%的总产净利率 在乘上一个两倍权益成数 显然获得了一个更高的权益成数 达到了20% 对吧 再有决定权益净利率的这两个驱动因素 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成数 它们之间 记住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负相关的关系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企业所能承受的总风险水平 一定条件下 企业所能承受的经营风险 跟财务风险 二者之间呢 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好 关于经营风险 操风险之间 为什么此消彼长 我们将来在资本结构那张呢 会详细讨论 在这里呢 我们先用一下这个结论 那么我们这么去推理 一般来讲 如果一个公司有较高的总资产净利率 那么该公司呢 也通常会承担较高的经营风险 道理很简单 高收益伴随高风险啊 对吧 那么既然公司承担的经营风险较高 按照经营风险操风险之间 此消彼长的这个规律 那此时公司就只能承担较低的财务风险了 好 那什么是财务风险呢 注意这里财务仍然要把它理解成为是筹资 也就是说 操风险相当于什么呢 筹资风险 那什么筹资会带来财务风险呢 记住债务筹资 那既然操风险是债务筹资所带来风险 那显然要想降低操风险怎么样呢 就得降低 债务比重吧 而降低债务比重不就意味着要降低 全乘数吗 好 由此我们推出来 总资产净利率如果较高 全乘数呢 就会较低 反过来 如果公司提高操杠杆 也就是提高全乘数 那就等于是加大债务比重 那当然会削弱公司的偿债能力 也就增大了公司对债务构成违约的这种可能性 好 那为了避免公司对债务构成违约怎么办呢 公司就得稳定现金流量 因为稳定现金流量才能够抵偿固定的还债支出嘛 那怎么稳定现金流量呢 比如说公司可能要降低价格来减少竞争 马上想到降低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就会减少公司的利润 继而呢会带来总资产净利率的下降 或者呢增加营运资本来防止现金流中断 那那么增加营运资本就等于是要增加流动资产了 继而呢也会使资产总案的加大 这不就会降低那个总资产的周转率了吗 继而也会导致总资产净利率呢下降 或者你还这么去理解 增加营运资本就意味着增强了流动性的水平 而流动性跟收益性是相关的 对吧 你提高流动性就会削弱收益性 那总之无论是降低价格还是增加营运资本 都会带来总资产净利率的降低 由此我们再次看到负相关的这种关系 操杠杆也就全程数 如果较高 那么总产净利率呢应当是降低的 再有营业净利率和总产周转次数 这二者呢 用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战略 也可以说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效率 比如我们后边讲到可持续增长率分析时候呢 会谈到公司在可持续增长状态下 得满足一个假设叫什么呢 叫经营效率不变 那什么是经营效率不变呢 指的就是营业净利率不变 和总产周转次数不变 好 由此大家牢牢记住这个关键词 只要说到什么经营战略 或者说什么经营效率 你应该马上想到 它指的就是营业净利率和总产周转次数 这两个操比率 并且这两个操比之间 注意 也同样是此效比涨的负相关的关系 共同作用呢 形成这个总资产的净利率 大家知道总产净利率应当是营业净利率 和这个总资产周转次数的成绩嘛 好 那接下来我们推理一下 为什么营业净利率和总产周转次数 这样子之间也得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那所谓负相关就意味着如果营业净利率较高 那它一定伴随着较低的总资产周转次数 俗称叫什么呢 叫后利少效 反之 如果一个企业具有较低的营业净利率 那它通常会伴随一个较高的总资产周转次数 俗称呢叫做薄利多效 相信薄利多效 这个词大家以前一定听说过 那接下来我们就推理一下 为什么后利少效 薄利它就多效 比如相对于零售业来讲 制造业就是后利少效的特征 而零售业呢 它是薄利多效的特点 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推理 咱先说制造业 它为什么后利少效 就是因为制造业 它赋予产品的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比如你就想象这个方便面的生产企业 它要把买进来的什么面粉了 调味料了 这些颜餐料要加工成为方便面这个产生品 那显然它赋予产品的附加值就比较高 也就意味着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既然产品附加值高 这个产品也能卖出较高的价格 所以相对成本来讲 价格高不就意味着收入高吗 好 那么成本一定情况下收入高 当然会伴随着较高的营业净利率 对吧 这就所谓的后利 后利就来自于产品的附加值高 这个原因 但大家也清楚 为什么制造业能够赋予产品较高的附加值 是因为制造业它生产产品 对吧 比如方便面的生产企业 它得把面粉了 把调味料得加工成为方便面 而这个加工它得用到机器设备吧 机器设备这不就是大量的固定资产吗 所以说要想富于产品较高的附加值 那制造业呢 就得需要大量的资产投资 尤其是那些固定资产等等长期资产 而这些大量的资产投资 显然就会拉低这个总资产的周转次数 那别忘了 中产周转次数是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的结果 对吧 那么在分子的营业收入一定情况下 分母的这个资产总额比较大 当然会有一个偏低的中资产周转次数 那接着就不难理解了 零售业情况正好相反吧 零售业它赋予产品的附加值是很低的 比如说超市它也卖方便面对吧 但超市它只是方便面的搬运工对吧 它把方便面从生产厂家那里拉过来 搁到自己的货架子上 供消费者去购买 对吧 显然跟生产方便面那个厂家相比 它赋予产品的附加值实在是有限 好那零售业它赋予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 也就决定了在零售业的成本一定情况下 它零售这个产品不可能要非常高的价格 但因为毕竟附加值低啊 所以说成本一定情况下售价低也就意味着收入低 接着怎么样呢 营业净利率它就比较低 但另外方面 制造业它生产产品需要大量的资产投资 比如说大量的固定资产 但零售业不需要什么固定资产吧 不需要机器设备 也不需要厂房对吧 所以零售业无需大量资产投资 意味着在计算总资产周转次数的时候 在分子营业收入一定情况下 分母那个资产总额是偏低的 继而零售业它会有一个较高的总资产周转次数 那这就所谓的保利多小 好那关于传统的杜邦擦分体系 大家牢记这两个负相关的关系 一个是总产净利率跟权益成数负相关 二者相乘决定这个权益净利率 再往的就是营业净利率和总产周转次数负相关 二者相乘决定这个总资产净利率 说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传统东邦分体系的局限性 两大方面 首先分解出来的这个总资产净利率 分母的总资产和分子的净利润 这二者是不匹配的 继而不能反映实际的报酬率 具体来讲 分母的总资产 是全部资产提供者向有的权利 对吧 因为它是负债加股东权益之和吗 那其中它也包括了不分享收益的 无息负债债券人应相有的权利 对吧 比如说应付账款 对吧 应付账款作为一项负债 它也给这个资产总额呢 提供资金来源了 换句话说资产总额当中也应该有这个应付账款的债券人 它的那一份权利在里面 但是应付账款代息吗 不代息呀 换句话说应付账款的债券人 他对分子净利润是没有要求权的 而谁对分子净利润有要求权啊 那不是股东吗 对吧 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啊 那所以说资产总额是全部资产提供者下的权利 而净利润呢 是专属于股东 那分子分母并不匹配 也就不能反映实际的报酬率 再有没有区分金融活动和经营活动 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区分金融活动损益和经营活动损益 其次呢 也没有区分金融资产与经资产 再有没有区分金融负债和经营负债 一般说来 只有金融负债才具有财务杠杆作用 而经负债呢 并不产生财务杠杆作用 好 那关于什么是金融活动 什么是经活动 我们后边在管理用操保法体当中呢 会详细来介绍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某公司2023年跟上年相比 营业收入增长了10.9% 净利润增长8.8% 平均资产总额增长了12.6% 平均负债总额呢 增长了10.5% 那据此推算 该公司23年的权利净利率 跟上年相比应当是怎样变化 说到废对象是权利净利率 那大家就可以联想到 可以通过杜邦操费体系来进行分析 比如按照完整的分野架构 全净利率呢 应当是营业净利率 总的周转次数和全程数 三者的连成绩 对吧 好 我们按照这个架构呢 来做一个推理 营业收入增长10.9% 净利润增长8.8% 很清楚 净利润的增幅 小于营业收入增幅 意味着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比值 这个营业净利率它是下降了 对吧 接下来营业收入增长10.9% 平均资产总额呢 增长12.6% 那就是说营业收入增幅呢 小于资产的增幅 相应的 营业收入跟资产的比值 这个总产周转次数也是下降了 接着 平均负债总额增长10.5% 小于平均资产总额增长12.6% 什么意思呢 负债增幅小于资产增幅 说明这个资产负债率是下降了 那继而 全乘数也下降 那别忘了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全乘数 三者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好 那既然全净利率的这三个驱动因素都下降 那显然全净利率呢 它就下降 或者 依据杜邦体系的两因素架构 也能分析出来 而且更加简便 你就不用考虑这个 营业收入的 变动幅度了 我们看到 平均资产总额增长 10.6% 净利润的增长8.8% 好 那就说净利润增幅 小于资产增幅 那么 总资产净利率 下降 对吧 再有 全乘数刚刚说了 下降 对吧 那二者乘数的 全乘数呢 当然 也是下降 对吧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A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计算题 体会一下 将因素分业法 跟传统多邦体系 相结合 会怎么来考大家 这个题很典型 好 看资料 假企业是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现对公司操作状况 和经成果进行分析 来发现 和主要经济对手 以公司差异 本题呢 会涉及假企业 和乙企业 这二者之间的比较 好 首先给出了假公司2015年的主要操数据 这是资产负债表数据 并且假设资产负债表当中 项目的年末余额呢 可以代表全年的水平 再往呢 这是利润表的数据 接下来 是乙公司的相关操比率 营业净利率 总产周转率 跟权益成数 大家马上想到 这三者相乘 就能得到 乙公司的权益净利率 大家验算一下 应该是百分之二十点六 好 看听别要求 首先 使用因素分析法 按照营业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就是总资产周转次数 全乘数的顺序 来对2015年 假公司 相对于乙公司 缺净利率差异 来进行定量分析 好 考试 如果在主观题当中 考到因素分析法 大家务必务必要审情题 比如说 至少你得明确 两个基本要点 都不能错 错一个 这题就没分了 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 要准确的把握住 谁是比较值 谁是基准值 这个方向得清楚 换句话讲就是 谁减谁 好 那在这里 目标企业是 假公司 对吧 所以说 假公司数据 应当是 比较值 把假公司 跟谁比呀 跟他的竞争对手 乙公司去比 所以说 乙公司数据呢 就是基准值 因此呢 我们一会儿再计算 这个差异的时候 什么方向啊 谁减谁啊 没错 应该是 假公司的数据 解乙公司数据 你可千万 不能算颠倒了 算颠倒就没分了 再有 一定要注意 题目约定好的 各因素的 这个预定 排列顺序 本题 要求什么顺序呢 营业净利率 第一位 总自然周转率 第二位 全乘数 排在 最后一位 好 接下来 我们先把 假公司 这三个指标 算出来 这个不难 首先 假公司的 营业净利率 就是用净利润 三千六百万元 去除以 营业收入 三亿元 这个简单 口算都可以了 计算出来呢 应当是 百分之 十二 对吧 这是假公司的 接着 假公司的 总资产 周转率 那就是用 营业收入 三亿元 除以 假公司的 资产总额 这了 两亿 四千万元 大家认算 应当是 一点二五次 接着 就是假公司的 权益乘数 回公司 资产总额 除以 股东权益总额 好 资产 两亿四千万 除以这个 股东权益 一亿两千万 应当是 两倍 对吧 好 接着 三者 连成 就能得到 假公司的 权益净利率呢 是 百分之 三十 好 我们验算一下 这百分之三十的 权益净利率 假公司净利润 三千六百万元 去除以 假公司的 股东权益 一亿两千万元 没问题 就是百分之三十 好 接下来 我们就用 因素分析法 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 用 假公司的 权益净利率 百分之三十 减去 以公司权益净利率 咱们算过 是百分之 二点六 得到 二者差异的是 百分之 八点四 一定注意这方向 是 假 减乙 对吧 接下来 我们可以 用这个 简化的 差额分析法 来做这个 因素分析 咱们先说过 如果分析对象 是各驱动因素的 连乘计的话 比如传统的 这个杜邦 分析体系 那我们就可以 不如 依次做 各因素的 这个有序替代了 就直接用 最后一步的 那个 观音师 叫做 差额分析法 直接呢 能够算出来 各因素变动的 影响值了 好 我们回忆一下 首先 我们分析 排在第一位的 营业净利率 它的差异 所导致的 缺业净利率差额 是多少 好 按照公式 那就是用 假公司的 营业净利率 12% 减去 已公司的 24% 得到的是 这个 营业净利率差额 括号万倍因素 怎么安排呀 按照顺性要求 这个 总算周转率 跟权益成数 还没做替代了 仍然保留基准值 所以说 用的是 已公司的 总资产周转率 0.64 和权益成数呢 两倍 好 由此计算出来 营业净利率差异 造成的权益净利差异呢 是负的 10.8% 接着 我们再来计算 排在第二位的 总资产周转率的差异 所造成的权益净利差异 好 那括号里边 就是用 假公司的 总资周转率 1.25次 减去 已公司的 0.6次 好 括号万倍因素 还是体现了顺序性 和连环性的 这种要求 比如 按照连环性要求 我们在分析 排在第二位 总资周转率 差异影响的时候 要假定 排在第一位的 这个营业净率 已经被替代过了 应该保留替代结果 也就是用那个 比较值 假公司的 12% 而排在最后一位的 权益成数 还没做替代了吧 仍然保留它的基准值 也就是 已企业的 这个 1.5 好 计算出来 总在周转率 差异造成的 权益性差异呢 是 10.7%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分析 排在最后一位的 权益成数 差异 所造成的权益净率 差异 好 那括号里边 就是 假公司的 权益成数 2倍 减去已公司的 1.5倍 那括号外边 两个因素 一个 营业净利率 另外一个呢 是总资产 周转率 都排在权益成数 前面 按照联益性要求 都应当是 替代过了 把刘贴来结果 所以说 都用这个比较值 假公司的 也就是 假公司的 营业净利率 12% 乘以假公司的 总资产周转率 1.5倍 好 计算出来 权益成数 差异 造成的权益差异呢 是 7.5倍 接下来 建议大家呢 做个验算 这三个因素的 差异值 你把它们 加在一块 应该 等于这个 总差异 8.4% 就对了 第二问 说明 营业净利率 总资 周转率 全乘数 这三个指标 各自的经济含义 以及各评价企业 哪方面能力 并指出 加以公司 在经营战略 和财务政策上 有什么差别 前半问 那实在简单 只要 对这几指标 足够熟悉 基本都能写得出来 好 咱简单看一下 营业净利率 是净利润跟营业收入比值 表明 每一元业收入 能带来净利润 反映的是盈利能力 而总资周转率呢 是营业收入 与平均总资的比值 用来表明 一年当中 总资产周转的次数 或者是每一块钱总资产 所能支持的营业收入 用来反映企业的营运能力 而权益成数呢 是资产总额和股东权益的比值 用来表明 每一元股东权益 所能控制的资产额 或者你可以写成 用来反映那个债务的比重 对吧 反映企业的长期 常战能力 好 接下来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两家公司 在经营战略跟操政策上 有什么不一样 好 回忆一下 说到经营战略 马上想到两个比率 那一个是营业净利率 另外一个呢 就是总资产周转率 这个大家牢记 咱俩强调过 甭管是说经营战略 还说什么经营效率 一律指的是这两个操比率 而且由这两个操比率 所呈现出来的 所谓的经营战略 要么是保里多销 要么是后里少销 负相关嘛 对吧 那么财务政策 由谁来反映呢 没错 全已成数 好 这思路就有了 看我们刚刚计算结果 咱先说这个经营战略 看假公司怎么样呢 营业净利率 12% 要大大低于乙公司 这24%水平 但假公司的这个 总资产周转率 1.25次 又大大高于 乙公司这0.64水平 这就看上去很清楚了吧 假公司 就是典型的 保里多小 对吧 较低的营业净利率 伴随着较高的 总资产周转率 而乙公司呢 反过来 他是厚利少效 营业净利率较高 但总资产周转率呢 偏低 咱再说财务政策 也很清楚 假公司的圈程数 显著高于乙公司 说明假公司 在更大程度上 利用了财务杠杆 对吧 负债比重呢 更大 也就是假公司的资本结构政策 要比乙公司呢 更加激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经济战略上 假公司 采用的是 保里多小的策略 乙公司呢 是厚利少效 咱先说过了 在操政策上 假公司采取的是 相对高风险的操政策 操杠杆比较大 也就所谓的 负债比重比较高 而乙公司呢 采取的是 相对低风险操政策 操杠杆呢 相对比较小 也就是负债比重比较低 表现为那个 全程数较低